我想四位看起來都是慈眉善目 那我很難得的我這裡一開始 在簡報之前講兩個真實的案例 給大家聽一下 姑且稱之為張先生跟李太太 張先生年輕時做業務 中年投資私利 到了現在快退休的年紀了 為債務所苦 常常跑法院 那還好他年輕的時候兼差 做過保險 幫自己存了很多的保單 但是大概是健康險 癌症險 受險 那麼除去刑的當然就被強制執行 解約他也就知道了 但是他現在因為發現了早期的癌症 他的保單開始對他產生效果 結果呢保險公司理賠的金額 強制執行都查扣了 但是他想說這個後續還有很多啊 所以他保費呢 還借錢繼續繳保費 第二個李太太 先生早年沒有照顧家庭 都是他一個人超時帶小孩 他真的節儉到幫孩子買一些保單 但是呢先生因為外面欠債 過世之後啊 他也人家告訴他拋棄繼承 但是後來他發現 他不自情的情況幫先生做連帶保證人 結果不良債權呢資產公司拿去了 開始來追債 他自己的保單沒了 幫孩子買的保單也沒了 我想為什麼要講這兩個案例呢 請看 因為今天啊 現在這樣場的一個質詢 我們立法院有直播 我的演出也直播 有兩個廣播電台的主持人 他們得到很多類似這個案例 在我看的記者回收跟他們求助 我說你們來看看今天 我們在立法院 相關機關民意代表 怎麼樣幫這些數十萬個 潛在的受害人解決 我們講目前呢 強制執行保單解約衛福比例原則 就是殺雞取卵 是不是這樣子 秘書長 你殺了一隻雞 他的保單的受益權那麼大 只取到了一個解約金 你認不認同這句話 就是 殺雞取卵嘛 但是苦了誰 不是苦了藥保人 債務人啊 苦了法院啊 是不是 21家保險公司 2家在士林分院 19家在台北分院 他們案件量 現在已經有3萬多件 對不對 被查詢的保單 還有23萬件 是不是這樣子 這23萬件 被債權人去查詢的保單 謝謝我們保險局 做得很好啊 人家可以查說 到底我的債務人 有多少保單啊 那結果呢 法院等於殺雞取卵 殺雞也殺到手軟啦 可是誰受益 司局長 你覺得誰獲益 報員 其實大家都是受害者 其實債權人 其實經過拍賣之後 當你說受害 他多少拿回一點 但是呢保險公司 某種程度上 無形中 免除了後面 這些保單 都是後續將要開始 施執行理賠的保單 他就解除啦 他只拿出一些解約金 後面的通通不 假的台時後 治療大千也很開心啦 你影響鑑定的鑑定 鑑定的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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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往下看 所以大法庭在2022年12月9號做成的這個裁定 我們往下看 執行保單的 剛剛講的案例 他欠23萬 每年被收20%的高利 反正根本上滾利還被扣保單 再往下看 好 強制執行 我們看到了 已經發出的有8100件 核發扣押命令的 已經執行的 已經解約了8000多件 再扣押了3萬4000件 申請查詢了2、23萬件 往下看 理賠中的保單也會被強制執行 請問保險局 剛剛說的案例 他的健康險 癌症險在理賠給他了 那為什麼這個保護還要繼續繳保費 因為醫療險健康險的部分 他是有延續性的 是的 因為他早年買的保費比較低 他持續繳這個保單 那有沒有拿到幾戶 被扣了嘛 對不對 好 我們想來 黃署長 我們繳尿保險的目的是 醫療保險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認為 以那個案例情況之下 我們薪水啊 我不因為欠了錢 我薪水被扣 我就不去上班嘛 我還是努力的工作 可是因為什麼 因為我工作賺了錢 只有三分之一會抵債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早年買的保單 現在通通拿去賠 去付這個債務人 那你說我這個保護 這樣公不公平 硬不應該你覺得 我認為他真的蠻可憐的啦 那有沒有辦法 他被什麼救濟 法院的部分 我可能不方便 來 法院 來 黃冰長 黃冰長 你覺得法院怎麼幫他 法院當然還是要回覆我們 回到就是 還是要儘量要符合比例 是 這些案件我們看到 潛在的有23萬件 法官個案裁量 類都累死了 我們看看 如果部分保證的解約金 多款一定強制執行 如果債務人他欠款是20萬 那或者說解約金的只有一萬塊 請問執行署 這種保障型的保證解約金少 而債務人因為此失去的健康保險 有沒有符合比例原則 這就是我們目前開的幾次會 我們都盡可能的 針對這部分 我們用行政指導的方式 各分署對這部分會考量 所以你們要再進一步講 參考美國各州限定執行的範圍 根據詳細執行法第122條 為了保障民眾生活 債務人依法領取之 社會保險幾乎不得為強制執行 有沒有可能秉照這個精神 社會保險是維持生活 所必須尊嚴的生活 很多保障的保單也是要做保障 在損害的填補 是不是可以請司法院 會從保險局執行署 以保單類型解約金為借 將部分保單排除在執行範圍外 請三位分別搭戶 保險局可以嗎 法委員我們現在已經在做了 那執行署呢 我們只要保險法有規定 我們就配合辦理 好 那秘書長 那誰來主吹 你們再來主導 所以今天 誰來訂 今天這個專題報告 非常有意義 透過這樣 這個我們一定會清聽 是誰來訂 保險局訂 執行署訂 還是司法院要訂 誰要來訂 我們明視聽他就這範圍 明視聽 誰來訂 因為 有關於保單的強制執行 事實上法院的執行程序 只是一個被動程序 是 不好意思問你誰來執行 所以這個法如果要制定的話 不是法 執行的標準 分類標準 執行標準應該在保險法裡面明定 到底能不能 我是問你 我們會修法 我是問你哪個單位來訂 我想 司法院會承諾 你們找這兩個單位 把這個標準訂出來 我們會協助 儘管 欸 你們那推來推去 你們今天如果不講出來 不讓你們下台 誰要負責 保險法的部分 我們是會來訂 保險法是沒有錯 我也來修 我想我們會來找 受險公會來擬出一個 參考 執行作業要點 司法院 國民主長 你們有沒有一個刑事案件 分類出的執行作業要點 有沒有 像委員報告 這些我想 我想政府是一提的啦 這個我看我們 相關機關大家一起來協調 看怎麼處理 這個一定要緊密的來協調 緊密協調 報告委員 因為這個部分 是應該還是要讓執行機關 有一個參考原則 我們只能協助 修法是保險局要處理 目前還沒修法前的執行作業要點 我唸一個案子給你聽 我先看一下這個格式 沒有統一格格式跟流程 功能往往就非常的耗時耗力 要請受險公司 就個案一億的降法院 確認扣下範圍 這是累死大家 所以我剛剛就說 要你們來統一格式流程 來降低執行法院的壓力 有沒有 好 我會後再給你們 因為你們有訂了一個 刑事案件的執行的一個作業要點 是司法院訂的 可不可以參照這個 可以訂出一個保單的 一個執行跟解約的分類要點 這個我想我們 司法院都會積極來協調 會積極來協調 好 那請問那個保險局 受險主約 遭強制執行復約一併失效 你們也報告了 那你們要怎麼做法 防止這個主約被強制執行後 復約的健康醫療險 都因而失效 你們有一個延續續約的一個條款 是 復約延續條款 復約延續條款 那怎麼做 現在保險公司怎麼做 保險公司現在會主動 把他復約一期條款就加批上去了 好 你們說有 具關懷啦 提供復約延續條款 我要拜託保險局 保險公司最怕什麼 你們普惠金融的一些評鑑 納入你們普惠金融的檢查項目 定期公告可以嗎 可以 謝謝下一頁 所以目前尋求保單 強制的營養23萬件 來 評議中心 來 蘇緯堅總經理 目前你們有沒有受到保護 這樣的一個請求 說要協助 他們認為有救濟 有爭議你們有沒有辦法救濟 有這樣的案件 有這樣的案件 對 但是按照金融消費者 保護法規定的話 這個不屬於金融消費的爭議 是的 我知道不是屬於金融消費 但是一般來講 他們只認得你們 很多保險爭議得出消費者 這個有爭議他會被解約 他找你 我知道拜託你們一件 真是拜託 你們可不可以來幫忙做宣導 宣導什麼 因為你們要宣導這些保護啊 說如果你們遇到的這個 因為你是債務人被強制執行 那我們來協助你 要去跟法院跟分屬去執行議議 你們願意做這樣宣導嗎 我們評議中心的工作 本來就在做教育 好 那我要請你幫忙 很清楚的 不管是透過電視台 廣播電台 網路 告訴這個事情 全台灣有23萬個潛在的受害者 他們即將 他們被債務全公司查詢了 他們有保單要去申請強制執行了 你們趕快的去宣傳可以嗎 我們盡量做 而不是盡量做 請在一個月內提出 你們要怎麼做的幫忙給我 好 雖然我在這裡 最後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個請市局長 我這個四大要求 第一個 以保單的類型解約金為借降 部分保單排除在執行範圍內 甚至要執行的部分 也設定理賠金的扣押上限 這個部分保險局執行署 受險公會 請司法院會同來做可以嗎 都點頭啦 我當作你們都答應了 第二個 對於保單強制執行 統一的格式流程 訂定一個 保單強制執行參考原則 一個月內提出訴訟報告 誰要提 保單強制執行參考原則 因為司法院會盡量來協調 要有人提啊 你們不能三個和尚沒水喝啊 誰要提 我們會盡量來 那就司法院 吳秘書長你來提一個月內 我們司法院會來處理 因為我們既然是重災期嘛 重災期我們當然 好啦 那個廳長我覺得這樣 秘書長願意承擔 我們要先把那個受險 他的受險種類 因為我們 我了解 我都了解 司局長會幫你忙 但是你最後誰要送來 司局長你一個月內 給司法院可以嗎 我們可以訂 一個月內先給司法院 司法院拿到一個月 把書面報告提出來 可以嗎 當然可以了吧 這個當然我們會積極配合 因為我們重災期嘛 那就是你們 如果保險局在一個月內沒有給你們 整理這些保單 商品的類型 那就是責任擔任他 給了你們一個月內 把這書面報告提出來 可以嗎 一定會會整 一個月內 因為這個一定要趕快積極處理 保險局 讓保險公司叫強制金的保護 提供的付約延續條款 請納入你們對保險公司 普衛金融檢查項目訂行公告 可以嗎 可以 那下一頁 金融消費平行中心 為了針對金融消費的 弱勢消費者 透過電台 電視網路 加長炫鬧保單 你們可不可以一個月提出一個你們怎麼做的報告給我 給我們朋友 就是做這種教育選擇 我們提出報告 但是就像這種電視電台或 你們有沒有預算執行 這個我們這個預算可能不是那麼多 我會幫你們去爭取 但是你們過去都只是被動的接受消費平易 我希望你們要主動的告訴消費者 有哪些潛在的風險 可以嗎 好可以 那最後的保險局 請盡速沿路介入全路保險法 一個人提出書面 研系報告可以嗎 好謝謝